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今天这支影片 我给大家来介绍另一款产品 它叫Lunar Proxy 它这个代理吧 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通过流量寄费 就是你用多少流量收多少费用 很多小伙伴会问 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用代理 什么时候需要用家庭住宅代理 什么时候需要用ISP代理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并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需要用代理 这取决于你是要做什么 如果大家是想要保留 就是养号或者是一些 做一些TikTok的话 大家可以用代理 如果其他比如说要看影片的话 那大家其实可以不用代理 可以直接用VPN 然后这里面简短的介绍一下 代理和VPN的区别 它的代理其实它就是并没有加密 它是相当于你正浏览数据的时候 它并没有给你加一层的 传输层的一个加密 所以说它和VPN不一样 它VPN是它包括对你的数据进行加密的 代理就是有点类似于它相当于裸本 就比如说大家去郑桑拿 也就是说像我在这块 德国这块郑桑拿 它都是光定的 就是裸奔的 你要是在比如说亚洲一些国家了 你要是郑桑拿的肯定不是裸奔 它肯定是穿衣服的 这就是区别 如果你要是只是看影片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直接用微频 如果想要比如说注册一些什么号吧 比如说注册一个某一个信用卡的 或者是手机卡 以及或者是TikTok运营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代理 代理的话 其实我非常推荐这款Lunar Proxy 因为我之前用的时候测了一下 它的上传影片的速度非常快 就是怪过任何一个代理 这是它代理的好处 其实任何它代理都有优缺点 但是没有任何个代理都说 它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个代理 不可能 这取决于你的使用情况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来介绍的Lunar Proxy 可以看到它有住宅代理 0.77$每GB 然后它有ISP代理 终身保留您的IP 无额外流量支出 然后每天IP的价格是0.17美金 然后或者是不限住宅代理 就是不限量 就是没有流量计算 就随便用 然后每天是66刀 大家如果嫌这个价格贵的话 一般都是公司用 如果个人的话 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用这个ISP代理 或者是住宅代理这个 就是你用的时候 然后你把这个代理开开 然后上传你的影片 或者是上传你的TikTok 以及做一些事情 其实非常节省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大家有时候说养号 比如说国采的 其实完全可以用这种 就是住宅的这个 而且这个流量 它也不是很费 但是大家如果要是看影片的话 建议大家不要用代理 因为它有点太奢侈了 除非你是用不限量住宅代理 对面可以看到它有ISP代理 比如说选择IS代理 这里面可以看到 它有地区和国家 比如说有美洲了 亚洲了 欧洲了 大洋洲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美洲 美国基本上绝大数都是原生的 美国 美国本土的IP 然后各个城市 还有包括墨西哥 加拿大 然后亚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台湾 然后以及马来西亚 新加坡 土耳其 然后还有个中国香港 然后它这个Lunar Proxy 我搜了一下 它这个Proxy 你可以Google一下 它其实它是一个公司 它在香港 基于香港 你可以看到 这个谷歌地图 它的一家公司 好像就在这个楼上 反正它是尸体公司的 就这种公司 它一般都是尸体经营的 不是虚拟的公司 所以说还是比较靠谱的 然后它是在401应该是四楼 然后我们来进入看看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比如说我选择一个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它有七天的 每天是0.35美金 然后30天的话 它是每天0.15美金 然后90天的话 是0.11美金 就是你持续的时间越长 它价格越便宜 比如说我们选择0.11的 然后我们这里面 点击90天 然后我们这里面选择台湾的 然后持续时间 比如说我们这里90天 OK 然后我们选择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欧洲的荷兰这个国旗挂错的 挂上南韩的国旗的 这个不影响大家 它欧洲的就是荷兰的 其实你可以分配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IP 让我们这里选择购买计划 那购买计划 你可以看到它有效其实70天 是吧 这个就它有变了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它如果你要是使用信用卡的话 它有支持 是Visa以及Master的 然后你没有信用卡 你也可以用支付宝支付 也可以用支付宝 Hong Kong支付 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有谷歌和苹果支付 也可以用谷歌和苹果支付 然后大家如果想充值的话 也可以去本地充值 本地充值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就是充值的金额 这里面我给大家来评测一下吧 你可以看到我评测效果怎么样 如果评测好 OK 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用我的这个专数码 peoyrdaha 然后我会放在留言区 因为我这个专数码 你会是有折扣的 然后我们这里嘛 我来评测一下吧 我来评测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住宅代理 我之前买了一个SP代理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买的这个 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评测一下 这个 Chicago 就是这个 美国加哥的这个IP 然后我们来 我们首先来检检测一下 它这个 那么查写一下 你可以看到是我买的这个 IP是95.134.134.125 然后我们来查一下 它这个IP 它是否是负责IP 是否是机房IP 大家可以来检测一下 然后我们来将这个粘贴下来 让我们我们来 我们来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95.134.134.125 然后它这个IP 它这个Country 它这个Country 它这个错了 它这个国家其实是美国的 不是乌克兰 它这个可能是资料 它的资料可能不太对 但是这个不影响 大家可以去通过别的去检测 可以看到它这个IP 它类型是住宅 Residential IP 你可以看到我们翻译一下中文 住宅IP ISP 它这个是住宅的 然后美国的 然后它这个乌克兰 它写错了 它这个网址 它对这个IP识别错了 就是这个可能有无差 然后我们来评测一下吧 我们点击这个ShadowRocket 大家如果没有的话下载一个ShadowRocket 我这个本地是MacBook展示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一个按钮 添加按钮之后 我们选择Sox5 Sox5其实就相当于裸文那种状态 这种协议 完了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选择Sox5 Sox5的话 我们来选择一个地址 它这个地址就是我们这个地址 然后我们将这个输入下来 就5.134.134.125 然后一个port是77777 然后这个优户名 优户名就是这个优户名 它给送配的 然后大型OPSD69456P 然后密码 密码是这个 nice 让我备注一下 备注啥呢 这是USA Lunar Proxy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之后 你可以看到 它这里面 它这个国旗 它就识别错了 其实这个是美国的IP 然后我们点击连辑 这个显示链接上的 然后我们刷新这个IP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IP变成 95.134.134.125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国家 它这个ISP是 Risk Communication 这个公司 然后它这个城市是西卡古 然后它这个州是伊利诺斯州 然后国家是United States 评测一下它这个速度怎么样 我们来评测一下它的速度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一下 现在评测我的网速 你看它的下载速度是 它这个 我的天 它这个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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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107 105 MBPS 105 这个真快 它这个非常快 然后它这个上传速度是 我100多了 因为是这样的 我本地它这个贷款 就不是很快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Service 是Omaha 然后它这个延迟是54毫秒 然后它就说 你的网速非常快 然后下载速度是105 然后上传是117 这个MBPS 这个是我遇到过所有的代理 包括我自己部署VPN 这是最快的了 然后给大家来评测 就是我不连 我给关上 关上的话 实际 我这个实际本地网 你可以看到它 它有多快 它是100 只有本地的 我不连的话 它本地是140大约 它其实可以跑到了80%了 这是非常的牛逼 你可以看到 这是120 将近90%了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本地的网 然后其实可以理解成 它这个用它这个代理 它实际上 其实是能跑80%90% 这个是别的代理 和自己部署的VPN是不一样的 大家 我再反过来 我再连上 但是连上的话 如果大家 如果是海外 比如说 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家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这个是可以直接用的 没有问题 比如说你自己上传什么影片的话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连上之后 为大家来看下YouTube 比如说看下YouTube 我说YouTube我看一下什么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8K的吧 8K的影片 来进去 我来进测一下 把这个音乐管了 我不想给别人放广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样 你看看这个OK是没问题 然后我们选择8K 这是纯8K 你可以看到这右侧的 我们来放大一下 怎么样 它转圈 它肯定是原因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8K有点太大了 你要是我换成4K 绝对没问题 其实现在也没有OK 没有问题 你看 是没有问题 其实我本地网 我不连代理 我看8K 它可能都有个小转圈偶尔 但是你看 它基本上就是不转圈 你看到 我8K其实没有问题 速度OK 没有问题 我给点个like 然后大家如果要是不是说在海外 比如说人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那有可能 有可能你连上之后用不了 这个你最好确认一下 如果你要连不了的话 你还得需要一个中转 中转的话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这个影片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的话 别忘了点击这个subscribe 然后订阅我 然后我会定期 就是出一些影片 就告诉大家如何自己去部署VPN 以及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代理 今天我给这个影片 给大家同时也介绍一下 就是如果人要是在大陆的话 你想用这款Lunar Sox IP 你在大陆 你如果要是用不了被强的话 因为这种sox file的基本上 有可能大概率是被强的 被强的话 你就需要用个中转 中转的话 大家如果觉得不是小白的话 就是不想花太长的时间去研究 怎么去学习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看我的影片 你看五个按钮 部署稳定微频 就是VRGAD的微频 然后也可以六分钟搭建自己的微频 然后VRGAD 其实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也可以别忘了订阅我 然后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我这里方式有很多 比如说有OpenVPN 然后有VRGAD的VPN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选择VPN 以及V2ray 然后自己部署自己的免费机场 然后还有五分钟自己创建自己的VPS 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就是我是如何平常自己使用VRGAD的VPN 我把这个代理给关了 代理关了之后呢 我们选择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软体 然后直接开启这个连接AWS 然后创建一台自己的机场 然后VRGAD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选择一个国家的吧 我选择美国的吧 美国的话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选择打开Open 打开USVRGAD的微频 这里面我们返回到我们这个VRGAD 然后我们选择EC2 选择EC2之后 它会进入这里面去帮我们创建一台实力 Running状态 就是这就是我刚刚开启的这个 这是我刚开点击连接的时候 它自己创建的 然后我们怎么用呢 现在你可以正在初始化的脑 这是我自己在AWS上部署了一个VRGAD的VPN 就只需要按一个按钮 它自己这个网站 就自己将帮我们这个机场的配置文件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是运行的状态是吧 运行状态之后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这个美国的这个 你看54.193.97.158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IP是54.193.97.19158 然后我们将这个下载下来 它这个下载下来之后 它就会从这个伺服器上 AWS伺服器上去下载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我把这个配置文件下载下来 然后怎么用呢 我用这个工具 我将这个我这个key来导进来 然后生成一个QR图码 因为我这个本地的话 它连的比较麻烦些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这个直接扫一下 然后我扫QR图码 添加之后 添加之后 这个VR guard帮我们选好了 它是54.193.97.158 是吧 然后连接 连接不是51820 这是他帮我们就是配好的 我先用一下这个VR guard的VPN好不好用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global routing 我们需要选择proxy 就代理 然后它这个IP是54.193.97.158 VR guard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IP 其实它就是54.193.97.158 然后它这个制服器是在美国 然后California 这是我们刚刚在这个AWS上 就是部署的这个VR guard的VPN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VR guard的速度怎么样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用一下这个speed test 来看一下VR guard的速度怎么样 VR guard的话 它跑的话是78 你看它就没有它那个代理块了 89 90 这是下载 然后上传呢 上传的话你看看它是46 49 50 57 59 69 这是自己的 这是你靠我在这个AWS上的这个VR guard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用呢 我们怎么用呢 我们先要关掉这个 然后我们需要返回到我们刚刚这个购买这个代理IP 他的VR guard就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搭建的机场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Lunar购买这个代理IP 然后我们进去 这是中国大陆啊 如果你要海外的话 其实你可以略过这一波 然后我们需要来选择proxy path proxy path 我们需要选择这个美国的 因为这个如果不选择的话 他可能是在大陆他是用不了的 是海外代理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中转一些 就是相当于这种链式连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连之后 然后我们点击save 连接 连接save之后 我们就相当于用我们那个代理IP 中转到了这个美国 然后我怎么用呢 我要用连接这个95.134这个 就是我在这个Lunar上购买这个IP 然后我们进去之后 然后他有个proxy path 这里面我们需要选择 我刚刚就是VR guard的VPN 就是相当于那个机场 然后中转一下 因为不中转的话大陆是用不了 然后我们再来点击save 点击save之后 我们点击这个连接这个 你看已经连接了 他其实相当于是连接这个代理IP 但是他走的是这个VR guard的这个 看一下VRsma IP 你看他跳到了95.134.134.125 然后国家是美国 都是伊利诺斯州 然后城市是西卡古 然后呢我们来再来看一下这个速度怎么样吧 这个速度再来测一下 看看他的速度是VR guard的速度 还是这个代理的速度 他这个他那个他就稍微慢了 你知道为什么慢了吗 因为这是给中国大陆用户展示的 就是我在Lunar上买的IP 但是他中转到了VR guard 他一个中转过程 他可能会就是吃掉一些就是速度 所以说他这个速度稍微慢一些 但是OK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他仍然还是很快的 虽然说跑不了这个是跑不了100了 但是你看他的上升速度是89 然后下载他是16 其实OK没有问题 这是中国大陆用户 如果不是中国大陆用户的话 可以直接返回到这个IP 然后我这里面这个proxy path 我直接就是走本地的就是95点 我不转了 就直接转到这个95点的 大家如果要是想要购买的话 大家可以用我的邀请码 然后大家如果用这个邀请码的话 可以有优惠的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 别忘记我们 感谢大家收看拜拜